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向前行节目 我是代班节目主持人叶启成 彰化的筛减之乱 到现在演变成蓝绿的口水之战 我们今天在等一下 待会预定时间是两点 但陈时中等一下就会开记者会 那通常时间会稍微延误点 那等一下记者会的同时 我们也会切入来听听陈时中 今天要讲有新的增添一例境外移入 那当然有关彰化的筛减之乱 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回应 我们今天先介绍来宾 我们今天来宾总共有五位 我们欢迎右边的新北市议员张志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启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江宜珍 大家好 我是江宜珍 好 政治评论员陈才能财哥 你好 主任大家好 好 两岸政策研究员张宇韶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好 彰化的筛减之乱 到底在乱什么 国民党的前秘书长 前党中央的副秘书长张亚平 他在昨天就喊出说 要找其他的14个执政县市 一起来共同筛减 那似乎国民党是不是捡到枪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有几个县市有做回应 包括像苗栗的徐耀昌 他就打脸了 他说 抱歉 没有钱 苗栗没有这个经费可以做 那最新的回应呢 像侯友宜也说 他要跟中央并肩作战 所以等于 也是打脸这个党中央的这个说法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 张化县对武汉肺炎无症状者 进行检测 到底是特例 还是有其他县市也超前部署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步调查 22个县市中张化是特例 21县市只有张化县有做这样子的部分 当时是我们县长授权吗 谢谢大家 只要能够守护我们泄民的健康 我们绝对都会全力 那个居家检验 四天还没满 就要接到卫生局电话说 你这次不受检的话 以后可能要自备 对啊 好像半恐吓这种感觉 专业的东西 局长刚 之前昨天都讲完了嘛 好不好 我们都是依照中央的 那个相关的一个流程程序 被质疑检验流程有问题 王慧美不多说 卫副部长陈时中 交给正风单位调查 下午他亲自主持记者会 不排除公布 调查结果 怎么筛检中央地方杠上 国民党还敲边鼓 党主席将启程 鼓励党籍立委到彰化打气 还要主动出击 不排除联合十四个执政县市 实施入境普筛 中央不做 地方做 我们十四个执政县市 事实上都有支持入境普筛 因为在地方的疫调的部分 如果不入境普筛的话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疫调 万一有一个像美国 这个485这个案子发生的话 这个真的是会造成社区的感染 也会造成基层医疗资源上 很大很大的负担 国民党想地方包围中央 但检测真能地方自己来吗 国民党自家人就打脸 我们没这种资源 这个是中央的政策 不是说你今天想要怎样是怎样 防疫这一块 我们是一直都尊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个他的专业 中央怎么规定 我们就按照他的规定来做 这一个国家对党 把这一波疫情给守住了 现在国民党又要来组一个 叫国民党队 那变成是中央地方不同调 要政治斗争拿疫情 我看国民党是挑错题目了 台湾防疫获得国际肯定 现在国际疫情还没过 秋冬可能出现高峰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一旦在政治斗争中 公信力被破坏 这防疫工作还要怎么进行了下去 好 我们刚听到了 徐耀昌说地方没办法做 因为他没有经费 那我刚也提到最新的讯息是 侯友宜他一向最立主要普筛的 他都说要配合中央 我们看这一次张亚平他怎么讲 他说入境普筛 中央不做地方来做 所以国民党的执政线是要一起来 那免得说狗废火车 他觉得装税的政府交不行 那江启臣是不是他也肯定张化 有打到民进党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事件而捡到枪呢 宇昌你觉得呢 我说现在张化所做出的这些 所谓的检测引发的争议 有五个重点 因为他都违反 这才是国民党应该要好好反省的问题 江启臣张亚平还在自嗨 不知道现在舆论的风向 还有大家的批评是什么 哪五点呢 第一个叫做 我相信这边还有几个都念过研究所的 我自己是大学教授 第一个叫做呢 违反学术研究伦理叫做IRB 简单来讲 什么叫学术研究伦理呢 即便我去中国做田野调查 哪的是陆委会的计划 我要访谈对象 我一定要告诉他 很清楚的是 这是我执行的陆委会的计划 我的研究重点呢 跟内容是什么 我要诚实揭露 然后呢 要保护你我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讲呢 研究者跟研究对象呢 是平行的 哪有什么上对下 还有呢 不能宣称免费 或是呢 有暗示性的利用 等等等等 这叫学术研究伦理 我们从现在许多的民众 去做筛检 普筛的民众 还有一线的医疗人员 的反应跟真正的吹哨者啊 来看的话 彰化县政府跟彰化卫生局啊 其实说来讽刺耶 这个业局长跟台大公卫系的这位教授 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伦理吗 这是第一点 有点难 但我讲的尽量直白一点 第二点呢 你不能违背啊 CDC所建立的防疫的相关的规定 跟SOP嘛 在前天 我在友台 跟彰化县的这个国民党医疗 这个委员会的一位蔡明忠医生 对谈之中 他公然说谎 他说要针对所谓居家检疫 跟居家隔离者啊 中央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 所以说呢 我针对无症状感染者 我有这个执行的权利吗 因为中央没有规定 没有说不能做 所以我就能做 这根本就是扯谎嘛 为什么 根据啊 CDC在3月3月11日 所颁布的居家检疫 跟隔离啊 相关的工作规定 第一条说得很清楚 居家检疫的隔离者 就是不能外出嘛 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彰化县政府 在3月21号 针对违反居家检疫隔离者 有5个民众 等一下 因为现在 陈时中记者 先来听听他的记者会 抱歉 让大家礼拜六又来加班 那我们今天宣布大概明 昨天 昨天的一个案例 大概487的案例 他是新增的 从墨西哥回来20多岁的女性 那其他在 在墨西哥的时候就 有7月15号出现一些相关 呕吐腹泻的症状 然后那时候被诊断 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可8月1号以后 又持续发生头痛 喉咙痛 呼吸 胸痛 等等 比较类似像是COVID-19相关的一些症状 那本来在墨西哥他有安排要裁检 那不过因为他们那边 对于轻症者他们是没有办法裁 可能是量很大了 那所以就安排回国来 所以在回来的时候 他大概 相关的装备防护都有把它做好 那回来的时候 我当然有在机场就做这样的报告 所以裁检 那确诊 然后第二个跟大家来报告就是 口罩实名制 上次有讲就是说 前一段时间有些缴了钱的人就没有来 领 没有来领 但是我们觉得就说还是要保障民众的 权益 所以我们还是特别 就是安排的一个时间让大家来 再来领他本来已经买的这些口罩 那不过我还在强调 这是一次的机会 因为这样整体上耗费政府的这样的量 能也很大 所以上次忘了 这次就千万不要再忘了 大概有两种情况 因为这些门市有时候进进出出的 所以有时候有地方 所以有些地方是换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变 那总是说原来选择的门市如果停止营业的话 那8月24日我们会简讯通知 请他重选地点 那8月24到26 就是原来预购的管道 那选择补领的地点 他可以来选 他可以来选 那选完之后呢 在8月28号 那我们会通知所有的 所有就已经埋了 那没有领的 到他所指定的地点去领取 补领口罩 大概一个就是有变地点的 8月24我们就会通知他要选地点 那8月26他要来讲就是说他要选在什么地方 那8月28号 我们会简讯通知 所有还没有领的 所有在 在上一段我们说前面那一段还没有 有1到13期没有领 逾期未领的民众 在8月31号到9月13号到指定的地点 补领口罩 那当然地点本来没有改的 也没有选的 那就回到原来在那个原来选的一个地点 就可以 再次呼吁 就是说上这1到13期 有时候作业疏忽来不及等等的 那没有领的人这次就千万不要忘了 那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那第二个 当然这两天有相关我们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 有一些程序的问题正在调查中 那当然我们在调查完毕会跟大家做一个 完整的说明 不过这两天也一直大家都在 讲我有看到几个新闻大概就是 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大家都讲就是说 多做一点 合措之有 多做一点 多做 那这是防疫 防疫如果是做得对 那当然多做一点没问题 但是如果做的里面这上面有问题的话 那有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再看看就是说 以前大概也讲过有几次 可看起来有时候整体社会对这事物问题的 症结 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们来大概 模拟一下 如果大家讲 入境全部普筛 那到底情况会怎么样 那我们这里面让他看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居家检疫 大概是24万9千多 大概是以25万的人数来计算 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要做普筛 就是要筛这25万人 要筛这25万人 那我们来看看说入境的人 大概就要看看在国外的一个盛行率怎么样 那我们抓了一个国外盛行率的一个中位数 大概0.2% 0.2%的一个盛行率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看说如果 如果是2%的盛行 0.2%的盛行率25万人 那这里面就可以假设说可能是有500人 是有受到就是有COVID-19 不管是有症状没症状 就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个案在 那如果我们去做筛检的话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相关的paper里面指这个 相关以这样的一个敏感度而言 大概都是最高大概90% 特异性最高95% 那用这样的结果我们去来算 就说这样子的结果就试剂本身他不比 不包括那个所有的裁剪的差异性等等的 那些问题就单独以这样的一个试剂的敏感度 我们大概会塞出来多少人 我们大概真正是有500人是会有 但是我们会塞出个450个阳性的个案 但是这里面另外呢会塞出这50个 不是塞出就是会有50个是尾阴性的 所以我们看看就这里面的筛检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策略上来看 假如入境筛检的阴性我们都不用检疫 最早大家有人再提出来说那就把它筛检好了 那如果是阴性我们就放心了就安心了 可是事实上如果没有检疫的话 就会有50个50个 尾阴性的 换句话说这尾阴性就是说 它是应该是有一个 确诊的一个情况 没有被确诊的含有病毒者 这尾阴性这50个就会在社区里面 啪啪燥 所以单纯讲说如果只有做入境的普筛 那产生这50个尾阴性的在社会这样子跑 一定几乎会造成一个社区的传播 那几乎是可以被预期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那纵使是有普筛 那也必须要加上检疫 也必须要加上检疫 但是如果我们都检疫了 那事实上包括所有的人都会在检疫 隔离 隔离里面 所以这里面大概是检疫 隔离比较重要 还是普筛比较重要 其实那很清楚的一个情况 你只要把这些人全部的人 都把他隔离14天 事实上到14天以后 那基本上 他的传染性已经降到最低 几乎是没有了 那但是如果没有隔离的话 那就有 这个 这50个 假设这样的前提下 就会有50个 在社区啪啪噪 造成社区的传播 所以基本的大方向 就是说 就是检疫 加上我们现在是有症状的 筛检 那大家讲的普筛就是对于没有症状的一起筛 那大家说多做一点 既然检疫很重要 我相信社会 既然大众都明白了 可是他讲说 那就多做一些吧 既然有症状的筛 那无症状也都一起筛 那结果就是做成普筛之后 他除了我们没有检疫 会有50个啪啪噪 我们说检疫加上 就是说检疫完 检疫加上普筛 这里面我们会产生12,475个伪阳性 大家知道 多做一点 就会产生出很多点 那这12,000个 12,000个伪阳性 他并没有被标示出来说 他是伪阳性 他是在整个里面 我们就验出来就是 整个就是有阳性的个案 有12,925个 450个是真阳性 12,475人是伪阳性 那换句话说这12,925人 是不是都应该要送到医院去 我们检验确诊 确诊的个案 经过我们的PCR 确诊的个案 就会送到医院去 那12,475个基本上是没有病的人 然后送到医院 我们医院的量能 大家记得不记得 我们的 负压隔离病房 差不多1000左右 正常率差不多50% 我们的隔离的病房 我们是大概将近700个 我们战场率的百分之48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去清空病房 变成是专责的病院 我们现在到1600 那赞同率相对比较低 换句话说 我们种子把负压病房 隔离病房 这些病房全部都清完 我们大概病床有3000多个 这是我们的医疗的量能 那超过这个 这极限值 的时候 12,925人 都寄到医院里面去 当然他们住院的天数一定会比较少 因为进到医院里面 那就开始做住院的准备 然后隔个一天之后 做第一次的筛检 那再隔一天 会再做第二次的筛检 那经过这几次 那很可能就是筛出来就是 我们的两次的阴性 那就准备要出院 那至少要住个五六天 那一万两千四百七十五人 就住这五六天 就把我们的医疗量能都用光了 那这里面 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这而已 一万两千四百七十五个这尾阳性的人 他还是要做什么 除了送到医院里面去之外 送到医院里面 当然到医院 大家都知道 医院属于是高风险的区域 这么大量的病人进去 那当然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就增高 让他暴露在一个更为 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第二个这一万两千多个 我们人人都要做疫调 那如果这一万两千多个都做疫调 那我们几乎在航空公司 几乎都要关了 因为这里面他相对的班次 几乎每一班都会有 每一班可能都是两三个 四五个 五六个 那机组员都要去 各离 前后两排的 我们还要隔 光是在前后两排 可能是死了一个人 一万多个人弄起来就十几万人 那更不要讲这一万两千多人 我们要透过IHR 向国外 去报告 就是說在这里被我们确诊是阳性 然后国外也要跟我们在这看到那八个案例 他们也是一样会那样做 可能做的稍微少一点也不一定 可以平均每一个 他大概也要再 再去塞了这50个人 接触者 家庭同住者 宿舍同样的人 密切的接触者 不但是我们要花很大的成本来处理这些伪扬性的人 国外也要去处理这些伪扬性的 那整个这个交通 台湾到台湾的一个交通 其实我们的航空机组员 不断的在隔离中 那这个成本是多么可怕 最主要是医疗的量 能被占满了之后 那事实上就是造成一个 设医疗占满 然后再爆出新的真的需要的时候 那整个医疗就开始崩溃 医疗在这条线崩溃了 社区传播就开始了 然后国外所有大量的 大量的申请率的国家都是走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绕 大量发生病人 大量的筛检 大量筛检完 大量的住院 大量住院之后 医疗承受不住 然后开始把病人放回去 然后放回去没有很好的一个居家隔离的方式 然后造成家人受传染 然后再到社区再染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大家讲说 多做一点不会怎么样 我只是让大家讲说 如果真的这样做 它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这答案是很清楚的 稍微用这样一个基本在公位的基本的ABC 就可以了解到说 这样的一个限制性 会造成怎么样一个大的一个医疗量能的负荷 让整个国家的防疫 变崩溃 所以我们要来讲 当然就是说 居家检疫 第一条就是取消居家检疫 那尾阴性进入社区 那这当然 这个好路我们是绝对不会走 现在我相信大家也经过这一次 大家都知道居家检疫期间 那不必要的外出 就会形成相当的一个防疫的压力 那另外呢 我们检验阴性 如果人人在居家检疫中 那事实上会使居家检疫 不管是居家检疫的本人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他的一个对于这样的隔离的尊重度 会降低 那这个就从这两天大家不断在讲的 就是说 尤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多做一点 那检验阴性就安心了 然后另外呢 大家还加上一句话 家人也放心了 我只要跟大家讲说 有这 就这一句话就要好 就是去讲解 检疫成阴性之后 然后他自己放心了 那家人也安心了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在家里面大家就聚聚餐吧 大家就 大家就不用再这一试了 反正你出去 你也没有跑到外面去 柵然那个垫子 在这围里也不会响 可家人受感染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可出在于 因为他检验阴性 他安心了 可是检验阴性到底是什么 检验阴性代表什么 检验阴性是不是代表你不会被传染 大家都 我想这个答案大家比较清楚 这不会 那另外是不是代表你就没有病呢 很多人大家会直觉地认为就 那当然 我检验了阴性 那我当然是没有病 检验阴性只代表在采检的那一刹那 你所被采出来的病毒的量 或者是没有病毒 纵使有病毒 那个量也在我们的检测 是检测不出来的 只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问题大家都认为是没有病了 所以这两天我也不断地听到 这一句话让我也是真的是忧心忡忡了 就是检验阴性就安心了 那家人也放心了 听起来很好 可是他就是一个防疫的大破口 他就是一个防疫的大破口 那这个补栽之后 除了花一点钱 我再三讲 当然多花钱不必要的花钱是不好的 但如果有必要的花钱 我们的防疫经费是够的 检验的量能基本上也还可以 但是后续所演发的这样医疗的压力 我们是承担不起 所以你多花钱之后呢 是多做了一点 多花一点钱 没有变得比较好 大量的伪扬性 将浪费 我们的国家的医疗的资源 增加院内感染风险及医护人员的负担 那其他国家医区针对个案启动疫调及相关的 措施 造成别家国家的困扰 同班级的旅客也接受不必要的居家隔离 机组员也是 以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实施这样的相关的疫调 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航空 交通 就已经形成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如果再多来这样子一个 30倍 那我相信 我们的航空业也沉得不起 那台湾也会因为这样 变成一个孤岛 所以在这里面跟大家来说明 就是說 可能用这样的 方式 就是說 大家一直希望我们做普筛 我们说不做 那我们就跟他模拟给大家看看 如果我们 这样子做了 他的后果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我讲过了 结果就是这些 伪扬性的 他会把我们的医疗量能压垮 那我们的这些伪阴性的病人在检疫期间 自己跟家人的警觉性变低 然后进程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染的机会变高 所以多做了这些 我们大概多花8亿多吧 25万人的这些的检疫费用 8亿多 但是得到的是让我们的医疗步入一个崩解的 的道路 所以跟大家再次的说明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不过还是要提醒 在国际的疫情仍然是非常的严峻 这两天 这几天这一周来 并没有看到他一个明显要减缓的一个趋向 所以毕竟还是一个地球存在是存在的 台湾还是寻求在商业上还有外交上 有一些必须要在国际往来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风险是在的 风险是在的 所以把自己个人把口罩戴好 勤洗手 这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上次记者会特别跟大家提醒说 这个防疫是一整 一个序列有序的一个防疫 从边境到居家 那然后呢在居家 然后再从我们的相关发生的状况 我们的疫调检测 然后再来我们的医疗 然后再回来是个人的防护 那这几条 如果有序的把它做好 我们自然社区传播的可能性就降到最低 那万一发生的社区感染的时候 那只要维护好我们的医疗的量能 那有提高警觉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灭火 那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整体的一个防疫上的一个作为 好 我们回现场 刚刚陈时中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把所有的数据都端出来给大家看 如果他举两种的模式 一个如果你是用国际上的盛行率0.2的话 我们这边有25万要塞 那可能会有造成50个尾因性 如果是普筛加这个检疫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1万多例的伪扬性 那这两个数据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这个你如果要照国民党这种做法来做的话 要来全面普筛的话 到时候我们的医疗的量能是没办法应付的 那宜珍 刚刚你听了陈时中这样讲 你还会支持张亚萍所说的14个县市一起来做普筛吗 其实亚萍哥他提出来的只是说建议我们的地方执政县市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各地方政府其实都会有自己的考量 成如我们刚刚也看到像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基本上还是说新北跟中央并肩作战 但是侯友宜同样也主张说 其实地方上院是执行面 第一线作战 会发现很多执行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希望说中央还是可以多多听到我们地方上的声音 但其实陈时中部长这一次的这个 你们用彰化之乱这个词 其实陈时中部长最大问题是用正风单位去调查彰化县卫生局 因为他是说这个程序透明 防疫整合 但如果是真的要为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不用真的不用出动到正风单位 因为其实正风单位是在处理说公务单位独职 或者是贪腐 所以你出动到正风单位就代表说 我们中央认为地方政府这个卫生局的做法是独职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大家普遍的感受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的部长才会出来说 才会出来讨论说为什么大家觉得彰化多做一点 好像到底会发生什么样问题 对 我不需要打断 因为第一时间可能你们打出来觉得好像真的这样子不对 用正风单位来查不对 但是第二天之后竟然被查出 筛检学会是在彰化的卫生局里面 而且卫生局长 卦理事长 他的指导教授是卦理事 这个会不会有固域的问题在里面 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其实中央 彩哥你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生意科学来说 科学来说 刚才主席 还有那个部长都很清楚 他提出科学的论据嘛 科学的论据嘛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用正风来调查 算 丹部长就很客气了 因为照理来说 照团阉扁风地法的地高条 你就是违反地高条 利用传播媒体去公布参 中央的价格 政策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你要在科学上 你要去主席 普遍去台证 那是科学上 在研究上 你像台台的公委 行员的担守区 还是说 那个尖中环 他们才的高兽 要主席 普遍 那是 那是 我跟你说 那就是说 那就是研究 但是你现在研究 刚才我们 尹少姨已经说了 你就是违反研究 伦理的所在在这里 你用公共的安全 公共的利益 公共的资源 来做普遍台证的研究 结果你去奉害到 中央 因为 团阉扁风地法的第五条 中央跟地平的分环 中央就是附着制定 中央 向团阉扁的政策 和价格 在同样的第五条 第2款 第2行 第1行 第2行是 以及中央的价格 的政策 来执行 所有东西 所以 不是 中央平说的 说这个 团阉扁 风地法的第五条 36条 37条 8条 第60条 说地方有管理 我跟你说 他都減说第66条 你违反第九条 就要用第66条 合适 或是研究机构 所有资源 违反第九条 就是要发30万 以上200万以下 这样台湾部 都算得很客气 给你送政风 是说它有一个桥案 我们现在这个行政 体系 法律 去做一个很清楚的 调查 到底你中央 整个台湾22 官司 只有什么 你中央官 为什么你 你中央官的 卫生局 你有这么多 够劳 配合台台 工卫生 用 学生的理由 来去 困难 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 风卫的 系统 与 与 政策 这就是 政敌到政 国民党 还没 信任 宜珍难道你不认为 彰化跟台大在做这样的研究 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行的吗 不是吗 我倒不觉得 而且其实 像刚才能哥这样讲说 送政风单位可能刚好 其实我也不认为 因为政风单位的公务员来说 如果大家待过公务体系 就知道政风单位真的是 对公务员就是 一件非常重的事情 通常如果真的觉得有 一役的话 也许会组成一个 审查小组 审查小组通常 而且 大家记得 其实陈时中部长 以往是狠听一些 地方上的建议 像侯友宜市长 他很多次都主张说 比方说 大家领口罩 就是那时候大牌长龙 大家有记得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健保卡 后来中央也听地方的建议 很多次侯友宜市长 超前部署 中央都从善如流 那为什么这一次 陈时中部长好像不一样 反而说 张幻影这样做不对 我要做 我要送政风 那现在感觉上 就是中央用他的职权 去压地方说不对 你这样 你应该回答说叶燕博 我说一句话 你应该回答叶燕博 这个行为 有違反法 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我留着要说一下 第一个我带过政府单位 我做过 局处首长 这个政风 为什么让政风查 当适当不适当 这另一件事 我是觉得根本不用让政风查 直接送检架就好 因为 彰化县政府 这个情节更严重了 彰化县政府 已然违法 他已然违反 传染病防治法 他已然违法 不好意思 我们先进个广告 等一下再来看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刚刚我们延续稍早前的话题 谈到了就是 陈时中 他用政风单位去查 永宏认为说 他实在太仁慈了 他可以用剪掉 你是怎么 对 我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政风是做什么 第一个宿摊 宿摊的宣导 第二个就是行政调查 那为什么只做行政调查 他不直接送检掉 我坦白讲 我觉得陈时中是太仁慈 因为如果检掉下去 第一个 他违反了这个中央的这个政策 他自己去做这个要求 不是说普筛不好 他去要求一个还在隔离之中的人 隔离还没结束 叫人家就去做筛检 这第一个有问题 违法 第二个违法是什么 人家去筛检 我请问你 那个医师是不是有请健保 还是请经费 如果是自费那没话讲 每个字我怀疑都可以去筛检 如果他是用健保 请问一下 没有症状 他为什么可以去申请健保的经费 或者是用卫生 卫福部 剥下给市政府的钱 县政府的钱 这就是违法 这不仅违法 而且你可能是涉贪 所以我觉得 这可以送检调 但为什么他不送检调 坦白讲 他是担心基层的公务人员 因为基层公务人员 没有办法是听你县长讲 你县长命令我 你卫生局长逼迫我 我做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很多都出来爆料 为什么 他知道违法 这违法办下去 意图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这都违法 所以陈思忠现在只说 我用一个行政调查 指出你行政措施 有失误 你这个行政为伍 这样就好了 真的送检调 是不是害死一堆公务员 那谁害死这些公务员 就是你彰化县长 跟你彰化县的卫生局长 这第一个问题 违法 那陈思忠坦白讲他是好心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天 大家都有点 被国民党耍得团团转 一下子说这个是要研究 一下子说这个普塞是要防疫 我坦白讲研究有研究的规范 防疫有防疫的措施跟办法 我们现在讲防疫好了 莫名其妙 他国民党说如果没有普塞 会有漏网之余 结果彰化县塞的是什么 塞的是居家检疫的 这个余本来就在网里面 你说我要做到漏网之余 他本来就在14天的检疫隔离 这居家检疫里面 好14天还没有完成 你就叫人家爬爬罩 出去做这个筛检 这才有可能成为漏网之余 再来回到一个最原始 就是说到底你做这件事 彰化县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才谈他执行的程序是什么 他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坦白讲 现在国民党包括江启臣 这些搞不清状况 就拿这个来做政治斗争说 这个有伤到民进党 坦白讲这伤到民进党又怎么样 伤到民进党又怎么样 你伤到台湾的防疫才是问题 你伤到民进党又怎么样 如果你做的是对的 你伤到民进党又怎么样 问题你伤到是台湾的防疫 为什么我讲 第一个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说 我防止这种肉网之余 问题是人家14天的居家检疫 经过这个隔离是最重要的 隔离之后 如果隔离期间 他有症状就会去检 就会去筛 而且这个很重要 是要这个消防局 他这个救护车去 因为我在台中 我们知道 他们都在讲 那个消防局 每天每次出去 载一趟去筛检的 要穿防护衣 回来整台车要消毒 光是那个消毒什么 就要弄两三个小时 就去载回来 结果他是叫人家自己 家人载去 还是坐计程去 坐计程车去 这是莫名其妙的 没有错 自己去旁旁旁 好 人家在这个检疫的 居家检疫的期间 过了14天 就是没有传染病 没有传染的能力了 没有扩散的能力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 为什么要居家隔离 目的在这里 如果你隔离期间有 去筛检出来 有 这个就列入我们的病例 这是我们全世界 包括WHO都用这样子 你要来认定 不是你自己一个地方政府 说我来认定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说 好 为什么你要这么坚持说 全部回来的 我们这个境外回来的 我有点匪夷所思 就是你的 永宏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检测了四个月以来 检测了1500例 只有检出一个 对 他们还宣称说是精准筛检 很高兴 这个是难怪 对你除了点这个疑问之外 我也觉得说 所谓的精准筛检的这个标准 到底在哪里 那现在一个是 他可以透过筛检 他可以去向中央 请领这个钱 那另外一个是 筛检的试剂 到底哪里来 我说最有趣的地方 接着永宏议员所说的 这个类比也很精准 你的精准筛选 就好像有一个猎人 对空鸣枪 158 1500发 就不小心 好像射到一只大雕 自名 自名得意的说 我是神枪手 就旁人看 你的猎物根本就是在笼子里面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塞了半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代表来说为了什么 我个人是有所本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政治操作 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推一万步 可不可以理性讨论 我认为可以 大家把论点拿出来 攻防 这没有问题 什么叫论点攻防 我再提供两个数据给大家 过了14天之后 就算你有症状 或无症状 其实无症状 你的传染力是低于1%的 所以这个隔离 为什么重要是在这里 因为这个隔离14天之后 的传染力 基本上是低于1%的 第二个是呢 你过了10天之后 去做裁检 就刚才大家所说的 尾音跟尾昂的问题 你验出来的是死掉的 残余的 这个病毒的片段而已 这不代表是真的 具有什么威胁性 劳师动众 花了这么多的资源 然后搞出尾音跟尾昂问题 尾音跟尾昂到底什么问题 尾音性会造成 好像没问题的假象 结果变成了 另外的这个呢 防疫的破口 尾昂性呢 基本上会使得 我们的医疗资源 瘫痪掉 一万多个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三个 我直接不客气的讲 先扣除政治因素 什么叫政治因素呢 比如说呢 最可恶的地方是 你说这位蔡局长是 吹哨者 你当台湾人塑胶 今天真正的吹哨者是谁 跑出来爆料的医疗人员 还有呢 不知情啊 被抓去居家解益隔离 去做裁检的这些人 很多民众 郑先生 王先生 那对姐妹 他们才是吹哨者 你开什么玩笑 吹哨者指的是 中国隐匿疫情 结果呢 有人揭发真相 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做了一千五百个 拉到一个呢 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人 你揭发什么真相 你只制造恐慌嘛 所以这才叫做呢 政治操作跟斗争无聊 什么叫吹哨者 而且还是谁说 你说那些特定媒体啊 头版头啊 说是吹哨者 那也就算了 这个是江启成的脸书 直接发的 在前天晚上 说国民党要捍卫蔡局长 这位吹哨者 我觉得这个太可笑了嘛 还有呢 不能说的命运是什么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家呢 来营的正式公安公司的负责人 跟我私下聊说了 这个商机非常庞大 如果呢 中央愿意做这个呢 筛选的话呢 这个呢 商机将近有六百五十亿 只要呢 推广这样的政策的话 国内许多进口呢 这些PCR的厂商呢 基本上是可以获利的 好 韦韶你点出一个商机 我们留个伏笔 等一下进广告 回来再谈 刚刚韦韶讲说 彰化的这个筛检之乱 背后含有庞大的商机 这商机是什么 其实很明显的地方是 他们自己的说明书 也都漏了线嘛 还有一个诚实豆沙包的罗志强 我把时间兜给大家看嘛 他做这个筛检 PCR 他分两个部分嘛 一个是抗体血清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核酸检测的部分嘛 好 他告诉大家 PCR的部分呢 是由国外进口 大家都看到那个说明书嘛 我说这个说明书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完全违反 学术研究伦理嘛 看的人 一定会以为是CDC做的嘛 而且还有诱因哦 打电话来通知你的时候 告诉你说 现在做免费 将来做就要自费 自费 而且大家被这个居家解力隔离 有个诱因说 我可以出来放个风嘛 所以多数的人会认为 一是陈时中 叫地方政府做的 第二个他不知道原来呢 这是一个乌龙摆出 错误摆出的 所谓的研究计划 以为是政府的政策嘛 好 我刚才说 他的说明书上面说 用进口的试剂 然后呢 国民党现在格时院的这个院长 罗志强在3月21号 脸书上面就直接敲锣打鼓 告诉大家说呢 台湾已经引进了许多中国的试剂 对 在这个时候呢 不应该搞两岸的对抗 两岸应该携手合作 这也是罗志强说的 所以就要问 请问呢 台大现在要不要公布 还有呢 你这个业局长 你要不要公布 你们所用的这个PCR 这个试剂啊 所谓国外进口 到底是哪一国 是哪一国嘛 如果是中国 其实已经很多人告诉我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嘛 他们有进口 至少三成以上 是中国广州 这是人家告诉我的 也许呢 别人的资讯呢 是有落差 但是彰化要不要告诉 彰化这个县政府 跟卫生区 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是不是啊 所谓的中国所进口的 尤其是中国广州的试剂 如果是的话 那麻烦了 为什么呢 我在听大家前阵子 都有几个新闻报道嘛 捷克啊 进口了中国的试剂的下涨 是什么 八成都是错的 还有呢 西班牙也是进口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快塞试剂 7成5是错的 所以那为什么 彰化的这个赛检学会 还敢进口这个试剂 如果是真的从中国进口的话 因为很简单嘛 比较便宜嘛 品质他不管嘛 背后是牵扯到什么利益 背后是什么呢 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资讯公民透开嘛 4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市长 叫做韩国瑜 跟普塞协会 也在做一些合作 什么合作呢 他要做封城的兵推嘛 前面一个很重要的 想定叫什么 叫做呢 高雄因为磐石剑 爆发了严重的社区感染 所以呢 基于这个样子 要先从医疗人员呢 来做普塞吧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个新闻吧 结果呢被激进党的 吴医师等人出来踢爆 然后呢 高雄当地有2000多个医护人员 纷纷反对 就是你塞这个什么意义啊 我们自己都会去主动 自备去塞了 而且呢 医疗的量能 基本上是这么可贵的 你只为了制造恐慌 所以为什么要普塞 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要主张普塞 依庞大的商机 而且呢 是从中国进口的 这第一个 不好说 也不能说 或是说不好的秘密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就配合中国大外宣嘛 想要告诉大家呢 台湾呢 基本上引力疫情啦 台湾根本就有社区感染啦 所以有吹哨者这样的说法 第三个就政治斗争嘛 你挑战陈时中的权威嘛 第四个呢 帮韩国瑜带风向嘛 那个时候 最主张要普塞的 不就是高雄市政府吗 结果呢 原来啊 彰化市政府 彰化先政府啊 基本上在做彻翼 已经在做 悄悄做这样的事情了 希望如果呢 真的给他撈到一些 有的没的 结果呢 穷尽洪荒之力 做了1500个 撈到一个呢 根本就是必要 最后提醒大家 这是什么 这样的学术研究 不要说微软学术研究伦理啦 你根本就是什么呢 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呢 想办法呢 去啊支撑这个假设 这叫选择性的调查 我们都知道 有一种民意调查 叫选择性的民调嘛 我诱导你的目的 搞了半天呢 就是想要得到某个答案嘛 结果这样的学术研究 或是这样的普塞 不就是为了 我刚才所说的 特定的政治跟商业利益 然后一方面呢 帮中国为位救兆 一方面呢 帮韩国瑜啊 罢免啊 解套 再者呢 来挑战CDC 所以比较理性的人 像侯友宜 我们也都同意啦 中央跟地方 在这一次防疫过程之中呢 沟通协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问中一个关键问题 那天蔡明忠 就不敢回答我的问题嘛 他在帮这个夜局长啊 说话为事啊 那我说他不小心说出来 几个秘密嘛 他说他们压力很大 因为县长给的压力很大 我就问他说 你们做这些研究 或这些普塞啊 请问你有没有通报 请问你有没有告诉中央 他说他不太清楚 但是根据这个局长的专业啊 他一定会非常谨慎 所以显然这就是上面 没有通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赶快补充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彰化线 还有国民党 现在要讲清楚 你到底是为了防疫 还是为了研究 你如果是为了研究 你有没有告知你的当事人 就是你研究的对象 不管我们做任何研究 你都要告知他 我这是什么研究 比如说我是申请国客会的计划 还是卫福部的计划 你有没有告诉当事人 包括这些被你叫去普塞的人 被你叫去筛检的人 这是第一个 如果是研究的话 你会否符合这个规范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台大公卫 跟彰化线要不要公布 你是一定要公布 你不公布应该 这个卫福部 或者国客院 中科院或者是检调 要去要他们公布才对 第一个 你的试剂哪来 第二个 你的经费哪里来 第三个 你能不能符合你 做研究该有的学术伦理 这个都要去查 这个违法 再来一个就是说 到底彰化线做这件事情 目的是什么 我一直搞不清楚 就是说 我们讲结果 你又说入境全部要普塞 因为 问题我隔离的过程 如果他有发病 我们就知道了 没有过了14天之后 他就没有传染力了 那你一直要普塞的 这个结果 你塞了半天 到底你要达到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 看不到你可以为防疫做什么 因为人家14天隔离完 就没有传染力了 不管他本身是有还是没有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一节 这节讨论彰化的筛检之乱 也差不多 我们先请广告 等一下回来再谈